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们不仅拿到了这些积分 而且表现得也非常好 他们有时很顺利地赢下比赛 有时会遭遇一些困难 但仍然能够顽强地取得三分 他们的防守稳固 这一个很好的迹象 开赛以来 这支球队的防守非常出色 乔戈麦斯在范迪克身边发挥得很好 我认为他在对阵莱斯特城的比赛中踢得相当棒 在国际比赛日之前 你当然更愿意处在联赛的防守位置 而不是被帅开六分的差距 所以能够拿满击分是很棒的事情 阿利森在对阵莱斯特城的比赛中出现失误 导致了对手的进球 这是阿利森的重大失误 但是他将会学会这一点 不要对进区内的任何对方球员做客鲁伊夫转身 他赛后的言论说明 他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表明自己的态度 最重要的是利物浦赢得了比赛 如果他们输了 这个失误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我们吃迷于从后场组织进攻 这只是一种新的战术风格 我不介意球队采用这样的打法 但是你需要阅读比赛 看看这么做是否有必要 如果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不要冒险 把球打脚开到前场就行了 阿利森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 但希望他能改正 不再像其他球员一样重复犯同样的错误 他经验丰富 是一个自信的小伙子 也是出色的守门员 依次失误不会给他的未来蒙上阴影 利物浦在欧冠中被分到了死亡之组 你怎么看待红军本赛季的欧冠前景 利物浦去年踢得很好 他们创造了许多神奇的时刻 并且投入资金巩固的球队的防守 俱乐部的每个人都知道欧冠有多特别 他们曾离冠军那么近 自然会吸取教训 就正球队曾犯下的错误 进入欧冠决赛就已经很困难了 赢得冠军更是难上加难 但是他们希望在欧冠中再次取得好成绩 过去几个赛季 他们总是会与一些难缠的球队相遇 但是我仍然认为他们会成功晋级 利物浦现在非常强大 而其他球队只有来到安菲尔德 才会知道那里是怎样的氛围 所以安菲尔德对利物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我想他们小组出现没什么问题 这个小组看起来很困难 但是我认为与利物浦抽到一个小组 那布勒斯这样的球队才更应该感到担心 巴黎圣日尔曼是一支非常好的球队 我很想看看他们本赛季在欧冠中的表现 他们在罚甲踢得很轻松 不会真正受到挑战 所以对他们来说 欧冠将是不同的比赛 他们渴望赢得这项赛事的冠军 我们得看看他们对阵利物浦的时候会是怎样的状态 这将是一场很棒的比赛 安菲尔德的气氛会非常热烈 这是一场真正的大战 也是两队欧冠征程的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常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